繼續來了解華為方面的最新消息 華為當下已經獲得了由高通提供的芯片 但這些芯片僅限4G網絡 這也就意味著華為全系列產品線可以有芯片可用 包括高低端但僅能4G網絡 接下來華為要更新的產品線為Mate50系列 這原本是華為下半年要發布的期間 但各種原因導致推遲 好的是能使用高通895芯片 我們期待華為最早能在2022年第一季度發布這款產品 至於外觀設計 Mate50系列同樣以挖孔屏出現 採用為曲面屏並且為居中單打孔 根據目前的猜測 華為Mate50系列還將採用具有LTPO技術屏幕 支持自信刷新率最大提供120Hz的刷新率 然而也有消息聲稱會配備屏下鏡頭 不過可能性不大 華為在之前在屏下鏡頭方面並沒有什麼大的動作 而現在也僅有中芯和小米在屏下鏡頭有一些成績 其中三星今年發布的屏下鏡頭產品 Z Fold3刷窗感很強 在S24系列也不會使用屏下鏡頭 而華為現階段也不會使用 今年華為發布的P50系列共帶來了兩款產品 我們可以猜測Mate50系列或許也會這樣繼續延續 僅有兩款產品Mate50和Mate50 Pro 然而在背部鏡頭模組是什麼樣我們沒人知道 不過斜階段網絡上流出了幾種新的設計 其中讓人印象最深的一種設計 可見圓形鏡頭模組內有佈置兩個圓形 圓形內部造型類似P50的設計 當然了這個設計真實性可能很小看看就好 正機出現或許還有一段時間 奇影距離新品發布會我們還未知 關於鏡頭方面現在還沒有任何相關信息 鑑於華為在影像領域一直有著不錯的成績 我想Mate50系列會更強 預計會出現的計算光學、5倍光學變焦 100倍數碼變焦都會有 這次華為Mate50系列除了4G驍龍89芯片外 這款設備可能含有麒麟9000版本 但幾乎很少很少 至於驍龍89芯片 它是存用了三星4nm製成的處理器 採用1加3加4構架 它具有一個超大核、三個大核和四個小核組成 同時這款芯片只有可能跑分首次突破百萬 在系統方面Mate50系列將會首發鴻蒙3.0系統 該系統將於接下來時間發布 現在還有暴力人士放出了鴻蒙3.0系統的海報 雖然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其有什麼改進和升級之處 但這一切將於華為開發者大會 10月24日正式舉行 最後截至目前鴻蒙系統已迎來了1.2億人升級 每天平均超100萬進行升級 可想而知鴻蒙3.0系統到來或許更受用戶歡迎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評論和點贊